中大级别的队地当中 中方选手的优势就几乎是荡然无存 这也是我们最近开始进行大级别中国勇士选拔的原因 因此呢很多外国的高手认为中国的大级别无人 那今天就来了一位嚣张的运动员 他呢觉得中国的大级别选手在他命前是不堪一击 他来自俄罗斯 来自人间稀少的西伯利亚 有请 吉巴 吉巴身高是1米92 22岁 曾经是俄罗斯总统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30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甚至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普身壮阳 年时祝国 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记住微信 574993200 次感疏 比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尹蓬森 19岁 1米86的身高 90公斤级 恭喜感受鼓励好不好 那么技码呢确实是一位非常难得的综合搏击的高手 那么他在来武林峰之前就跟我们所有人说 我要站在这里把中国的高手一个一个的击倒 无论是少林还是武当 他只是中国武术的一部分 那么真正的高手我们相信会在这个平台当中不断的涌现出来 那么这场比赛现在开始 确实是一位非常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您看到这是我们武林峰进行的一场男子90公斤级的中俄比赛 哈哈 红方叫尹蓬森 蓝方是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拳击冠军 您说呢 小将尹蓬森 哇 一个高变腿 哇 结束 结束了 只有三十秒钟 三十秒钟 尹蓬森 击败了俄罗斯的鸡马 他曾经是普京的护卫 鸡马能站起来吗 俄罗斯的鸡马还说要脚踢武当 全打少林 结果被小将尹蓬森 一个高变腿 躺在了 踢倒在擂台上 太快 太快了 谁能够想到 下面请宣布 本场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 红方 游戳无数 继续 继续